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呢 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地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对象要不让你平时 象太多了 因为我们的《存的城堰啊》 现在我们对象太多了 所以我们没看基本《存的城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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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生起来 然后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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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给你们看 因为本座向老夫人的公家都办法行业了 练完那一佛的话 上师融入了光 光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 安住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行事 也不引致未来的各种一些分别的事情 就是什么都不执着 就这样的境界当中 安住就不执着 那么我们颂文当中是这样讲的 人生如梦幻 无论何时我熟已成年今 往事不复见 有些人可能这样认为的 我们亲婆好友们如果快乐 为他们而造业的话 以后也会跟着我们 可能会这样想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妄想 就是根本不可能的现象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现在的人生实际上就是在做梦 没有什么差别 跟昨天的梦境没有什么差别 实际上人生的确是一场梦 世界上的人和私人也好 一些个性 经常用这样人生一场梦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我们现在的所有的生活 没有任何实质 而且正在相守的过程当中 也有对境 也有自己 但是过了一阵子以后 就是根本不复存在 所以我们人生当中 不管是你这个相守的各种快乐的生活 就有时候我们许多人 在这个集聚在一起 就是大家都这个相守一些美味佳肴 过得非常美满快乐的生活 但是这种生活呢 也实际上过了一会儿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有些人呢 在自己的一生当中 也是感受过无数的这种痛苦 但是这种痛苦呢 也过了一会儿的时候呢 也没有了 所以孟宏仁波切的有些教言当中呢 经常也将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实生活 跟这个梦幻抛音 那梦幻抛音呢 就是经常就是比较 就是以这种方式来了知人生的这种价值 这样以后呢 我们对这个今生的这些亲朋好友呢 也不会特别的去执着 一旦他们受到痛苦 或者自己感受到痛苦的时候呢 自己感觉到这是一种梦幻一样的 不会特别的执着 所以我们在《尝试三宝》面前呢 大家也有时候应该发这种誓言 就是认为的确是人生是一场梦 就为了这个梦呢 就是不应该造作恶业 如果我造作恶业的话呢 虽然恶业的本体是空性的 但是呢我在轮回当中没有解脱之前 是我会感受痛苦的 我们这个为什么高僧大德们呢 就是要求大家不要造恶业 虽然一切是幻化 一切是梦形 但是你造的恶业的话呢 你在来世当中也是做恶梦的 还继续做恶梦 这种梦呢还是非常难忍的 并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 所以呢我们忏悔的时候呢 一定要一方面就是念诵金刚萨诺来忏悔 就是自己以前所造的 就为自己的昨天所讲的一样 就是情捧好语啊 或者是为自己的家庭所造过的这些恶业呢 一定要这个就是诚心诚意的去忏悔 没有忏悔的话呢就是没有意义 然而我们对这个生活和对现实呢 不要太执着 实际上这就是一场梦 没有就是多大的意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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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些人的话 在自己的家里面的人也好 或者自己邻居的这些人 自己熟悉的这些人 大多数都的确是已经离开了人间 有些虽然没有离开了人间 但纷纷地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身边 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身边 到别的地方去了 然后当时我如果为了自己身边的这些人造了恶业 如果造了恶业的话 那么这些的业里一直全部丝毫不爽地全部在我前面等待着 我们离开的时候什么收拥啊 财产啊 比威啊 什么都带不住 就是所谓的业一直在跟着我们的 以前《交往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所谓的国王 你离开人世的时候 兴趣也是带不住的 收拥也带不住的 眷属也是带不住的 但唯一的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业一直跟着你的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人 对因果不要怀疑 就是你如果对因果有怀疑 那实际上是你取舍因果方面也有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你对因果一定要相信 因果相信以后你要取舍 取舍的时候 尽量地不要造恶业 如果你造了恶业 马上要忏悔 经常要自己忆念 自己所造的这些恶业是不合理的 一定要在三宝面前发怒 忏悔 所以你们自己也每一个人想一想 你看你为自己杀害过众生没有 为他人杀害过众生没有 如果你为自己杀害过众生的话 这个恶业在你临死的时候 临死以后一定是等待着你 这个是没有任何退路的 没有任何退路的 你以前那个小的时候也好 你年轻的时候吃过多少个众生 杀害过多少个众生啊 那这些生命的出环 你还没有还清啊 你这种还没有赔上 还没有还清 所以你未来一定要用你自己 最宝贵的生命来还清 这一点是没有任何错乱的 不会有错乱的 所以我们以后 大家一方面也应该有一种誓言 看到《入菩萨行论》里面 所讲的业因果是如实的可怕 那以后我在有生之念当中 绝对不造恶业 就是绝对不造恶业 尤其是想杀害众生 故意摧毁善罢啊 故意诽谤所有的佛友啊 等等 这一类似的恶业 我坚决不会造 当然有时候 我们说一些旗语啊 有时候在无意当中猜死虫啊 这方面我们作为凡夫人 一点不做的话 恐怕是有点困难的 比如说我们圣者阿罗哈 大圣者在无意当中 经常犯戒的现象是有的 但是我们故意的 尤其是杀害众生是最可怕的 大家应该想一想 我们千万千万不能造恶业 如果造恶业的话的确是 什么东西都是带不住的 但是这个业一直带着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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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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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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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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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现在生存的因缘的确是很少的 寺院也相当多的 有时候自己想吃饭 穿衣服本来看是寺院的 首先 每一个人便 自己称臣人ün对无常感 首先每一个修行人对无常的观念一定要搞清楚 如果心里面有一种无常感 急迫感 那修行佛法肯定会得利的 肯定会进行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种方法都是不相同的 有些人是处于恒事状态而离开人间 有些当然自己在家里或者医院里面也会死亡的 不管怎么样 你临终弥留自己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可能住在医院当中 或者在家里面 或者医院里面死的话 那你的亲朋好友全部都会来到你的面前来看着你 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 亲朋好友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没有办法的 总的来讲 你真人在这个死的时候 有多少个人帮助你 多少个人去想办法 但都没有办法的 甚至从地位上讲 就是国家的元首 国家的总统 或者是什么样的领导 他在死的时候有没有办法 谁都没有办法的 那么世间上任何一个富裕的人 富翁 他有多少个金钱可以 如果有一个卖生命的机会 他会卖的 但是在死的时候 谁也没有办法的 连谁都没有办法的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 也应该这样想 你在临死的时候 看所有的这些 亲朋好友 眷属 财产 这些对你来讲是没有用的 就全部是没有用的 所有的灵绝的痛苦 当时四大分离的这些痛苦 全部是唯一的 你自己一个人在感受 佛陀在《无量寿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人在碍语之中 独生独死 独来独去 所以所谓的众生 不管你是什么样 你来的时候也是 孤独一人来到这个世界的 你离开的时候 也是你只有自己离开的 就像前面高僧大德们所讲的 就像所有里面 爬一根毛一样的 根本不带任何东西 这个时候 根本不能带任何东西 所以有些人 最后睡在最后的状态上 说最后的语言 穿最后的衣服 在那个时候 你唯有的什么 除了善法以外 什么都是没有的 这样我想大家对学佛 应该有一种强烈的信心 这种信心并不是口头上 应该在现在的生活当中 你身体健康的时候 你生活快乐的时候 应该把佛教的各种道理 用在你的世间当中 用在你的生活当中 这样一来 对你的临时 对你的来时有非常大的利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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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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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